并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因为感情到了而走到一起 在演艺圈中的艺人 有可能会出于其他的原因而选择一段婚姻 近日天王郭富城与方元的婚姻就引起了许多网游的热议 甚至有人爆出了方元疑似是经过了某种训练才认识了郭富城 两个人未必有深厚的感情 只是如果作为婚姻基础的感情不够深厚 婚姻中也容易出现出轨的情况 比如说 曾经是TVB当家花旦的郭可莹 与林文龙的婚姻就充满了波折 根据前经纪人的说法 郭可莹曾经在与林文龙谈恋爱的时候就劈腿过李克勤 而在红粉拍摄的时候还曾经勾搭过张志琳 希望她当晚不要走 可是心心念念都是老婆袁永怡的张志琳 并没有受到她的诱惑 在那之后 因为发生矛盾 前经纪人还爆料出郭可莹与林文龙双双出轨的事情 而因为涉嫌对郭可莹敲诈勒索 经纪人也被郭可莹送进了监狱 许多人都说 郭可莹的感情路实在是走得太荒唐了 1970年 郭可莹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里 父亲是成功的塑胶商人 资产过亿 让郭可莹一直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 弟弟妹妹都在父亲的帮助下 创立了属于自己的进出口公司与汽车公司 而郭可莹却有着不一样的想法 想要靠自己的努力 创下一番事业 在中学毕业之后 郭可莹就进入了保险行业 的确是有着不错的能力 一年之后 郭可莹就凭借着优异的业绩 成为了百万保险经纪人 在那个时候 许多朋友都觉得 郭可莹有着不俗的外貌 为什么不尝试着进入演艺圈看看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23岁的郭可莹参加了香港小姐的选拔 获得了最受传媒欢迎奖 凭借着这样的成绩 郭可莹进入到了TVB 开始进行了演艺圈 25岁那年 郭可莹开始参演《刑事真机档案》系列 受到了许多观众的欢迎 郭可莹的人气越来越高 也逐渐成为了TVB的当家花旦之一 但是与作品相比 更关注的 还是郭可莹的感情经历 1995年 在《万里传情》的拍摄中 郭可莹就认识了林文龙 那时候 郭可莹已经开始小有名气 而林文龙却还是默默无名的状态 也许是因为日常的相处 两个人逐渐产生了感情 戏拍完的时候 两个人也公开了这段感情 那时候 两个人的关系看上去十分亲密 婉然是完美的情目情侣 令人惊讶的是 两个人却一直没有结婚 直到2004年 郭可莹才选择了嫁给林文龙 直到五年后 郭可莹与经纪人汪紫棋 关系破裂 汪紫棋才抖出了郭可莹夫妻双双出轨的事情 据她所说 林文龙在婚后 不仅在《等着你回来》中追求过杨公儒 还喜欢过蔡少芬 并且在多次作品的拍摄中 离开剧组去出轨女性 还向汪紫棋要求拿回与董维嘉的亲密照 而与之相应的是 郭可莹并没有输给林文龙 2002年的时候 郭可莹在参与法网依人的时候 就喜欢上了李克勤 还想过与她结婚 那时候 李克勤已经与卢淑仪相恋十年 感情非常深刻 并没有答应郭可莹的示爱 于是 郭可莹一气之下 表示要在李克勤之前结婚 所以再投入了林文龙的怀抱 劈腿了李克勤之后 在拍红粉的时候 又勾引已婚的张志玲 表示希望她当晚不要走 而张志玲心心念念的 还是在心中的袁永怡 自然也没有如郭可莹的愿 但是 让汪紫棋没想到的是 郭可莹与林文龙夫妇做了一个局 以结清佣金的理由 骗汪紫棋交出了完整的录音带 把钱给了汪紫棋后 又报警逮捕了她 经过审理后 汪紫棋被益处判处四年的金进 就这样 郭可莹把经纪人送进了监狱 不久 在那之后 汪紫棋通过上诉 提前得到了释放 但是 这些言论 也对郭可莹的演绎之路 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如果按照汪紫棋的说法 那么 郭可莹与林文龙的婚姻 就并不是感情深厚的水到渠成了 而只是双方在自身利益之下 出现了惨物 因为利益而结合的婚姻 没有感情的基础 自然容易貌合神离 在漫长的过程中 总会遇到更加吸引自己的人 所以 也就有着非常高的可能会出轨 选择这样的婚姻 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TVB以前当家花旦郭可莹 已经吸引多年 一心回归家庭的她 也有帮助家里人 管理其家族生意 虽然生活略显忙碌 可是她依旧很懂得享受 对于女儿 林天若的教育 也是抓得非常紧 近日 港媒爆出了 郭可莹的最新动态 适逢迎来郭可莹姐姐的生日 她们一大家子人 也是难得趁子机会 聚首一堂 当天 除了郭可莹 一家三口之外 作为兽姓女的大姐 以及郭可莹的弟妹 也都有现身 郭可莹更是带着妻子熊带琳 和一对双胞胎女儿现身 这次郭可莹的母亲也受邀出席 想来此次的聚会 也是难得把一大家子聚到一起 从聚会现场来看 她们一大家子人 应该是身处于一家酒店中 郭可莹在聚会中坐的位置 也是非常抢眼 穿着较为时尚的她 明显有过精心的打扮 一头长发披肩 面部保养得很不错 绝对称得上是洞灵游术 只不过身形还是一如既往的瘦弱 坐在郭可莹身边的则是她的妹妹 她打扮得比较中性 不仔细辨别 还以为她是个酷酷的男生 林文龙此次并没有和妻子一同落座 反而站在其身后 身穿黑色的T恤 虽然没有发福的迹象 但是明显黑了不少 有网友甚至开玩笑称 林文龙的皮肤黑到发光 几乎和她的上衣同色 郭可莹和林文龙的女儿林天若 则是选择站在外婆身边 已经12岁的小家伙出落得亭亭欲力 头上戴着一个发姑 看起来十分淑女 很显然 林天若完美地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她的长相越来越出众 与圈内其他的新二代相比 一点都不逊色 众所周知 林天若不但是个美人 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 据悉她在学校曾连续三年拿下了学科冠军 这让作为父母的林文龙和郭可莹十分的骄傲 话说对于这个独生女 郭可莹也是花了不少精力在其身上 对于女儿的成绩 郭可莹一直都是相当重视 有时甚至不惜引用虎妈式的教育 所以 私下林天若还是很怕妈妈郭可莹的 不过在爸爸林文龙面前 她明显更加放得开 很显然这次聚会中除了郭可莹一家之外 最受瞩目的一定是熊带林一家四口 她在大合照时紧靠着老公郭可颂 一对双胞胎女儿则站在寿星旁 她们看起来非常可爱 几乎成为全场的焦点 难怪私下几位姑姑疯狂极油 虽然两个小家伙是双胞胎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她们长得并不相似 性格方面据说也大相径庭 一个好动一个则喜静 熊带林此次出席聚会 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打扮自己 相比之下她很低调 想来也是怕抢了老公姐姐的风头 近年逐渐复出的熊带林 还是非常有市场的 除了很多品牌活动争相邀约之外 很多一片方也是积极地 与熊带林合作 不久前热播剧《家族荣耀》 以及《黑金风暴》中 都见到了熊带林的身影 她的表现也是给观众带来不少惊喜 尤其是《家族荣耀》中的 豪门少奶奶一角 为熊带林道来极高的人气 相信该剧不但提升了其知名度 还为其后续的演艺事业 也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未来咱们继续期待 熊带林的精彩作品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